小姐拉回国内来关心首都市长的选举 那么特别是这个林胜文到底要不要选呢 最近每次她出现的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今天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总算是露出了口风 看起来呢目前最大的难关还是她太太蔡一山的反对 但林胜文也坦诚选不选到了最后评估阶段 很快就会宣布外界一般猜测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农历年后 讲好听点我们不打没有把握的账 才说不打没把握的仗参选台北市长连胜文接受专访透露 评估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很快会宣布最后答案 现在就差老婆大人点头 那个先生你们太难会支持吗 好不好谢谢 10月底夫妻两一同出席慈善活动被问到是否支持连胜文参选 蔡一山耐人寻味的回答却是连胜文选不选台北市长的关键 自从三年前枪击事件之后 蔡一山对连胜文参政一直很反对 而连胜文迟迟无法输动蔡一山 但却也是因为枪击案让连胜文有了参选念头 希望可以借一己之力改变政治环境 但在蓝营政绩不佳的态势下 连胜文目前民调暂时录后给曾经救过自己一命的柯文哲 还有得拼 那今天他赢你5%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来这边的时候一直很努力的想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回答 但是我后来想想我真的没有意见 所以也没办法回答你 最上说没意见实际上很重视 连胜文觉得民调落后是激励也是警惕 一旦参选即使要面对党内各种合纵联合的势力动争 他都会负责到底 而连胜文何时要宣布自己的下一步 预计农历年后就会有答案